好,我们来看一下如何给它进行对应的一些细化 放大 我可以将这个文字缩小 这里欢迎登录完美的这个放大 这个太大了一点,缩小一些 整体的将它进行 居中 欢迎登录完美 如果可以呢,我给这个文字也给它做一个 长投影 放上来 也给它做一个 怎么有这个小的线条呢 看来就是移动的,每次移动的太多了 这不可以了,把它放到下面来 将颜色呢,继续改成跟原来的差不多一致 咱们拷贝图成样式 这边 粘贴图成样式 哎,太强了 平这个鞋的呢,渐变呢 应该是-90度左右才可以吧 不需要这么强 不需要这么强 也不需要这么多 然后我可以将它 然后可以将它 改短一些 并且不需要这么多 咱们百分之 透明度将它再降低一些 百分之三十左右 或者百分之五十左右就可以了 好,然后将它 这是文字,间隔组 往上移动一些 诶,有点小了 现在觉得 诶,有点小了 又是,这个再放大一些 再放大一些 再放大应该会更可取吧 好,去中 让它复制合并 再将它进行长投影 这样会更加可取 放上来 将它来去掉 进行对应的一些调整 斜杠45度是不可取的 所以呢,将这个颜色这里呢 再加一个 为 叠加的混合模式 过来一点 将这个调的过来一些 看一些细节 这里的见面叠加 这里,这里改成正常了 然后呢,再将它降低透明度 这里和那边 是没什么区别的一样的 可以了 大小呢,将它调得更加的准确一些 所以我们在做图的时候呢 如果可以 尽可能的将它做准确 改成更大一点的 下一些 然后呢,来看一下 这边 如果可以呢 我们应该给它前面做一些图标 或者甚至我们在做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给它去画这一种 线框 因为这种做法呢很多种 有那种 这种线框的 也有用线条的 我还是也是两个都做一次 用户注册和 这个忘记密码 不需要这么大 改小一些 放小就可以了 下面留出这个键盘的位置 前面呢,我们如果可以 应该给它加上一个对应的图标 图标设计 那我就需要移动过来一些 先看一下用户名 这一块 通常来说呢看一下 应该是一个人头 人像 下面是一个锁 来看应该怎么做 我们可以拿着首页的 用户的样子来做 直接挪过来 然后将它的样式可以改一改 我们可以将它改成 不是这个描边的 这是用户名的 密码的是一把锁 先用一个圆角句型 3 3 可能想 能画个5 然后呢,锁 它有一个对应的 下面一个锁的 扣 继续用圆角句型 咱们将半径改大 改到30 左右 这个呢,咱们给它改一下 改成填充 不要给有描边的 来看一下这个 哎,这两个就匹配了 看大小我们也需要进行一些对应的变化 下面不需要这么多 咱们将它 像这个删掉就可以了 这个我们可以将它再 缩减一些 高度上也是 这两个图标呢 差不多大小 它应该要是匹配的 先来看一下 还是觉得它太大了 这回差不多了 有这个两个图标之后呢 它会显得 效果更加的细致 那么这回 登录这边 这个就做完了 那看一下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可不可以给它来一个不同的风格呢 也是可以的 那这种呢 是在下面是不可取的 这一这个不合适啊 文字 文字忘了了啊 就是 居中 好 将这两个 去掉那么多 前面的 这个时候 漏删掉了一个 咱们现在需要将它 改回来啊 现在需要将它改回来 就正常是这样嘛 咱们现在呢 做成是 这个效果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改 会更可取啊 现在 将它移回去的话呢 难度会比较大了 然后这边 看工作经验如何 将它进行解决啊 我先将它这一个 这边呢 另存一份 另存一份 将它这个图标 去了它 对吧 这个呢 也可以去掉它 这是登录界面啊 咱们将它 另存一份 叫做登录注册 先存一份 然后呢 回到历史记录 最原始的这一块 咱们也将它再另存一份 叫登录注册界面 这里 这里要替换掉它 这里要替换掉它 那我将两个在同时打开 这是登录注册 这是登录注册 那我就回来了 原来的也有 最原始的 没做之前的 现在的也有 那么这回就两个都不会丢 因为有时候咱们做多了之后呢 会容易丢失掉原来的 已经有的文件 那看一下 现在再给它进行变化 再复制一个登录 2 这个就可以直接删掉了 很多时候我们会将它直接这一块呢 线框去了它 给一个线条 用矩形工具来画吧 掉出辅助线 宽度等宽的话 掉出辅助线 我画一根 输性呢 咱们选择两像素就可以了 宽度应该是 怎么是601呢 600啊 好 将这一根 向下靠近 再复制一根 放上来 这里啊 这两根 这两根可以替代原来的两个巨型 这个巨型可以删掉了 这个巨型也可以删掉它 用两根线条的方式 两根线条的颜色呢 我们可以将它改成白色的 当然 改成白色之后 有时候会觉得 好好明显 是吧 太过于抢眼了 那么可以将它 改成叠加的风格模式 弱化一些 或者是将它削弱透明度 50透明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将这个 立即登陆的这两个 两下靠太近 这样可以往下移动一些 那么这种做法呢 也是非常可取的 也是非常可取的 还类似于 我们找到的 你看原来就是这种做法 也是这种做法 像这种 线条的 那这是 登录的界面 咱们就将它给做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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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